其實肩頸痛有很多因素 簡單來說多數都是肌肉系統 當然也有一些在頸椎裡面的病理性變化 譬如骨刺或者椎間盤突出 居家來說很多時候都是姿勢不好 譬如經常睹低頭看電話打電腦 拿著電話暗示自己睡覺 都是一個成因 也有時吹傷都會 從中醫角度來講 大凡突然間的痛症就叫風 所以秋筋就叫風 中風為什麼叫中風 風冷為什麼叫風冷 所以如果你無緣無故撞傷 突然間發覺頸痛 很多時候都是被風吹到 我們有句說話叫血不榮筋 其實筋腱軟組織沒有血度 沒有血度就會痛 又或者經絡有閉塞 這些都可以透過刺激穴位 達至疏通經絡和增強氣血的效果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 主要是針對居家常見肌肉性肩頸痛 第一個叫風馳穴 我們的耳朵後面有個骨叫圓骨 在圓骨慢慢掃下去 你會發覺有一個凹位 這就叫風馳穴 你聽名字就知道 這個穴位就是驅風 由於肩頸有時是風吹而造成 所以按這個風馳穴就可以舒緩肩頸痛 按的時候就用拇指按下去 有閉塞的時候打完圈 順時針亦時針都無所謂 大概做一至三分鐘 你可以同時間兩邊一起做 或者做完一邊再做另一邊都可以 第二個穴位就是肩頸穴 肩頸穴就是我們邪房機正中的一點 找的時候很簡單 首先兩隻手搭在一起 差不多你中指指尖碰到那一點 就是肩頸穴 找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一個中指 按這個位置 兩邊一起按 按下去有閃 打完圈 做一分之三分鐘 這樣就可以舒緩整個肩頸肌肉 第三個穴位 叫做湧泉穴 在腳底 可能你會問一下 為什麼腳底都關於頸尸 因為如果我們在肩頸 做一條直線上去 直腳那裏 就剛剛對著我們的湧泉穴 其實你聽我的名字都知道 這個叫肩頸 這個頸口 頸對著一些泉水 所以有一個叫湧泉穴 就是我們腳底 這個穴位 就是當你拿起腳板 拿起腳趾的時候 你會見到一個凹位 這個凹位 就大概在腳掌中線 大概上高三分一和三分二交界 這裏就是湧泉穴 你可以用手指弓 按下去有冤打圓圈 也是做一至三分鐘 左邊肩痛 你可以按左腳的湧泉穴 右邊肩痛 就可以按右邊的湧泉穴 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肩痛是持續性的 那你就可以用波子 就放在自己的湧泉穴 然後穿回拖鞋 一直在家裡走動 也可以疏通肩部的經絡 當然如果你發覺有些痛 很韌 你就拿出來 因為這樣就代表壓力比較大 接下來我都會教大家一些動作 亦都可以有效舒緩肩頸的疼痛 我們那個掌骨 其實有不同的反射區域代表 我們的手指弓 第一掌骨就是針對我們的肩頸 食指的掌骨就是針對我們的胸椎 中指就是針對我們的腰椎 無名指就是針對我們的底骨 底骨就是盆骨這些位置 尾指就是我們的尾椎骨 即是尾胸骨 所以如果幫肩頸筋 我們就做一些動作刺激 這個拇指的掌骨 怎樣做呢 就是我們拉這個手指弓 拉這個拇指 同一時間就推那個掌骨 一下一下這樣推 大概做半分鐘就可以了 但是記得推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拉力給它 即是你要拉著手指弓 同一時間推掌骨 才有效的 如果你有時間 你可以每天做三至四次 每次做半分鐘就可以了 接下來會教大家另一個反射區 亦都可以幫到我們的肩頸筒 就是利用我們的第五掌骨質反射區 第五掌骨就是尾指的骨 以及第二掌骨質反射區就是食指那裡 這個第五掌骨質 你這樣擺的時候 就好像有個人站在那裡 上高三分一就是幫橫甲膜以上的問題 中間三分一就是橫甲膜和肚子之間 這個區域譬如消化系統 下面三分一就是肚臍以下的問題 譬如要痛一下膝蓋痛 第二掌骨也是一樣 上高三分一是橫甲膜以上的問題 肩頸 中間三分一就是橫甲膜和肚臍 下面三分一就是肚臍以下 由於我們要幫我們的肩頸 所以我們就用第五掌骨的上高三分一 就扣擊我們第二掌骨的上高三分一 就是這樣 大概做半分鐘至一分鐘 當然如果你沒有特別痛 你就可以隨意地敲 至於你說右手敲左手 還是左手敲右手 其實兩個都可以 這個毛巾粗最主要是想透過毛巾磨擦的熱力 帶動我們整體頸部穴位的氣血循環下 做的時候就是拉著毛巾這樣擦 大概做半分鐘至一分鐘 有暖就可以了 我們不要痛的 因為痛你就會損 你可以一天做一至三次 其實這個毛巾粗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抹化我們的大椎穴的氣血 因為大椎穴是統管全身的陽氣 所以如果這個陽氣加強 肩頸部的氣血也會運行得好很多 頸痛也會減少 接著這個運動就是把我們頸部的肌肉的油人性加強 令到我們的頸部沒有那麼容易累 那怎樣做法呢 就是把人要直 身不要動 把頭向另一邊拉 拉到你覺得有繃緊有扯的感覺 就定住五秒 好了到另一邊 身體不要遷就 這樣就沒有意義 只是在頸部拉 又是定住五秒 接著前面又是五秒 如是者每邊做十下 另外還有一個運動是練力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道 人體最累是哪裏 就是我們的頸部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頸部 其實不能退休 除了你躺下那一下 否則你的頸部也要支援頭的重量 所以頸部的肌肉是要鍛鍊的 但正正我們很多運動 其實沒有特別針對頸部 所以我們就要做以下這個運動 強化頸部附近肌肉 其實很簡單 就是用手和頭鬥力 左手和頭鬥力 定住三至五秒 另外前面又鬥力 就是手向後拉 頭就不要讓它推跌 五秒 接著後面 手就想把頭向前拉 你的頭就不要讓它傾前 又是鬥力 如是者也是每邊 大概做五至十下 這個一日一至兩次就可以了 這個動作就是透過刺激 我們有一條地筋 就可以鬆入頸部的繃緊的感覺 這條地筋其實對全身的筋 都有一個放鬆的作用 我們做法就是咬起腳趾 你要發覺有一條很粗的筋會顯出來 然後你找到之後 就是用手指弓這樣推它 推的力度你要覺得有點痛 但又是你接受範圍之內就可以了 其實那個效果 有時左腳都可以幫到右邊 右腳又幫到左邊 所以做的時候 我建議兩邊都一起做 這樣不用很多 每邊大概做半分鐘 一日做一次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要知道 一個正確的姿勢是怎樣 正確的姿勢是當你打側身 看一個人的時候 耳朵和肩膀應該是一條直線 但你留意一下 現在很多人就是 耳朵前傾 如果女士由於她的脂肪比較多 這裡我們有個俗名叫做富貴包 就是一塊肉仔拱出來 即是蓋化了 所以姿勢是種種之種 另外我都留意坊間有不同的人 有一個小習慣 很喜歡自己 鎖一下頸 即拍一聲 他覺得鬆一點 你要知道 你經常高速這樣搓頸的時候 我們骨和骨之間的印帶 是越來越鬆的 記住 緊的東西我可以幫你按鬆 但鬆了的東西 我不可以幫你按緊 如果你經常做這個動作 我建議你盡量鎖一下 我今天教大家的越位 全部都是按的時候 有冤的感覺就可以了 又不需要追求太大力 還有大家要留意你的指甲 因為怕按下去會有點損 由於我教大家的越位 是一些很安全的 所以基本上你按錯了 我只不過是療效沒有那麼顯著 就不會有什麼副作用 當然今天教大家的方法 是重點針對一些一般肌肉的疼痛 如果牽涉嚴重的病理那些 大家都要請教你的醫生 因為那些可能要用其他方法解決 但如果是一般輕微 一些疲勞 或者一些簡單的疼痛 剛才所說的越位都是很有幫助 記得訂閱果子了 還要點個小時 按個啟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